有一种传染病正在全球大流行 感染的人会不受控制的想吃冰棒 就算吃到狂拉肚子 在马桶上起不来 还是不会停 在民主的A国 守护者们都戴起了口罩 大家同心协力 共同防疫 但独裁B国为了达成并吞A国的野心 利用这个艰难时刻 见缝插针搞过坏 网上是A国自来水厂的员工 这天walk from home 远端连线公司电脑 登陆后发现系统数字被恶意篡改 用来进水的化学物质剂量被改得超高 这样确诊在家想喝温开水 就会出人命啊 他马上重新调整 才避免有人受伤 凶的是你 做 经过查查的调查 这是B国骇客利用疫情期间 大家远端工作的治安漏洞 从黄少家的电脑 駭进自来水公司 截至攻击A国的重要设施 正当解除危机的黄少 向花花手机耍耍飞 却突然看见国际巨星红归 亲自证实自己染疫 准备出门买乒乓乓的影片 作 仔细看 影片中人物动作有点不自然 这是B国为了让大家恐慌 而制造的D-Fact影片 随着科技不断发展 国际间的角力 早已脱离实体战场 日新月异的攻击究竟该如何防范 叉叉深吸的口气 递给黑皮一只乒乓鸭鸭鸭筋 过去谈战争 就会想到当时的枪炮 但现代战争连砂锅大的拳头都不用 而只要先牵手指敲笔电 就能攻击对方的自动系统 窃取机密资讯 或是制造偏颇讯息扰乱社会造成伤害 这就是资讯战 要了解资讯战的攻击目标 我们可以先把国家缩小成一个人 那那或者是一只帽来看 大脑是人民的想法 身体则是国家的基础建设 当毕国攻击目标锁定身体时 可能就会派出骇客假冒同事 寄email给你 骗你点开假连结 要是真的傻傻点下去 里面藏的恶意诚事 就会自动开始安装 偷走机密 锁住系统 毕公司付大笔赎金解开 随着国家的数位化程度越高 越多事情要靠电脑系统解决时 骇客造成的伤害就会越巨大 像是如果能源 金融系统遭受攻击 就可能会发生大停电 ATM 故障等等危机 被断亡的政府机关也会全面停摆 就像一个人的身体动弹不得 要是攻击目标转移到大脑 骇客就先闪电 换B国小编登场啦 小编们会制造大量讯息 企图影响A国人的想法 加深对立 也就是发动认知作战 像乒乓疫情这种热门时事 就很适合拿来操作一波 同时也会参考社群平台建议来优化内容 像是发文不复读 子风不可掌 读文奇发最康 这样一来 为了讨好演算法 B国小编猜不管黑图白图 能骗眼球的都是好图 另外 发文时间也很重要 强快才能扰乱视听 当A国政府用粉串发了成经文 B国小编马上再发反成经文 这下谁真谁假就更难分辨啦 最后 把这些假讯息做成公版 分享给B国小编群 这样平台编掉一个我 还有千千万万个我 假账号全面出动洗版 让A国民众大恐慌吧 听起来很可怕 但这就是台湾的日常 根据行政院统计 台湾每个月受境外网路攻击的次数 是2000到4000万次 不仅如此 根据瑞典哥德堡大学的跨国研究计划显示 台湾从2013年开始 连续9年 都是受境外争议讯息攻击最严重的地方 疫情开始后 假讯息的攻击也变得更多啦 根据调查局捅计 从2019年开始 每个月平均都有5000次以上的通胞 另外调查局也掌握到境外势力在2022年 短时间内利用400个假账号密集的攻击 与此同时 针对机竹建设的骇客如今也从没间断 2019年发生了公务人员各自外洩的案件 身份证指导 姓名等机密资讯 超过20万笔外流到国外论坛 2020年则有重要能源公司 内部系统被植入勒索软体的事件 最终让公司的电子支付一整天都无法使用 面对不断提升的攻击频率和强度 政府提出了资安及国安的战略 调整政策 积极与民间企业合作 也提醒民众 资讯战的威力好惊人 既然已经知道敌人的目标 就可以超前部署 为了保护大脑不受假讯息攻击 面对资讯大家要更负责任 不随意转传、分享 先用关键字搜以下 主动判断资讯的真假 再善用事实查核工具 跟专业机构一起double check 人员身体很大 要防护的点很多 但我们可以从 换掉你那组万年没改的密码开始 但可别心存缴线 用这些超豪破解的菜市场密码屋 再加上双重认证 防护加倍更安心 密码不止ABC 别让骇客笑嘻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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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